上一期视频呢我给大家分享了我目前正在使用的相机和镜头 那这一期视频呢将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一年当中我所使用的滤镜三角架和背包 我现在使用的这个三角架是来图的LS324C的Pro版本 云台其实和我之前用的那个是一样的LH40 如果现在它改成了这个快拆的扳手并且可以调松紧 虽然它算不上是轻量级 但是它的稳定性和它的通用性是非常好的 可以说我平时80%以上的拍摄呢都在使用这个三角架来拍摄 那换成这个Pro的版本主要还是图它这个防尘防水的设计 现在这个新版本它的这个脚管开合呢也要比以前顺滑了不少 脚管拉出来的感觉呢也要比以前更好了 而且这个碳纤维的花纹呢也超级的漂亮 拍摄风光来讲呢这个Pro版本上山下水还是非常好用的 这就是这个三角架完全展开之后的高度 像这种河边公园篮杆就这么矮 甚至于我平时都不会把它完全展开 重型的创作利器呢是这个白诺的三角架 它属于比较大的 所以如果我的设备比较重的时候呢 我就会选择这个三角架 那它的缺点就是自重非常的沉 如果不开车出去的话就会觉得实在是压力太大 背负起来实在是太困难了 这两个三角架在展开之后实际上是拉出了距离的 所以当我需要比较高角度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这个白诺 平时大多数时间呢这个LS324C呢就已经够用了 相比我之前使用过的2542 那么这个白诺的三角架 它在做工和三个管角的粗细上 以及最细一个管角 整体来讲都要比那一个三角架要更着实 更稳定 我之前有拍过一些照片 可以看到这个三角架相比2542的话 它还要更大一号 高度还要更高 而它的管角呢要更粗 而重量上呢这两个三角架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目前我使用的是这个白诺的三角架 延时射影需要三角架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那么这两个三角架呢就不太属于那种便于携带的轻量化选择了 但是在稳定性方面呢 它们都是非常靠谱的 云台和三角架腿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云台 如果这个云台不好用 那整个的体验感呢就会变得很差 如果把更多的预算放在云台上 而是在三角架腿上挑选一个性价比 相对来讲比较高 稳定性还不错的 那么这样一套下来的组合 也许在用的时候呢 要更顺手一点 卡瑟阿门铠甲系列 磁吸加上方片滤镜的完美组合 它可以做到三片滤镜叠加 仍然很薄 贴合非常的紧凑 那它就完美解决了我在拍摄日出日落的时候 想同时叠加CPL ND还有GND这三片滤镜的问题 在超广角镜头上使用呢是没有按角的 我是拍摄延时的时候主要用这套滤镜 放在我的这个D850和1635上去使用的 那么当然这套滤镜最大的问题就是 携带上确实非常的困难 我这个包呢需要特别挤出一个空间来 才能放下这样的一套滤镜 相比较来讲呢 这个圆形滤镜系统在携带方面就要更方便了 圆形磁吸滤镜 侧边带颜色 方便查找滤镜 相比较这个方片滤镜来讲 你看这个体积非常的小 携带起来很方便 占用的空间呢也相对来讲小了不少 前两天我发现使用尼康在100-400这个镜头的时候 使用77转82的转接环之后 诶 仍然可以上遮光罩 一点都不碍事 所以目前呢这套滤镜的转接环 就放在这个100-400的镜头上作为挂机了 相当的完美 方片滤镜这一套呢 实际上关键点就是在于G&D那一片滤镜 那如果用不上这一片滤镜的话 圆形磁吸的滤镜呢 可能会是携带方便 性价比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平时实际上我在拍摄的时候 用的最多的就是CPL这片滤镜 属于必备的滤镜 其次呢ND8和ND1000这两个滤镜 相比较来讲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三档的减光呢在日出日落的时候相对来讲用的稍微的多一点 那么10档在拍摄建筑厂曝光的时候会用的比较的多 目前我使用的是Smoda X Pro V2 35升的背包 最大的特点呢是它的这个背带位置是可以调节的 所以它可以适应不同的身高 外部材料的防水性非常的好 像普通的中小雨我基本上都不会用它的防雨罩 但是这个包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是它的自重很大 因为你看首先它这个外部材料是比较的厚实的 然后呢里边有内胆和钢架 所以这三上加在一起呢就让它的自重变得非常的重 所以如果您是想要那种超清凉化的背包去爬山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了 而我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包 我在城市里边拍摄如果带的东西不是特别多的话呢 我会带这个背包 比如说我就带一击一镜的话 那我就改用这个背包 而这个背包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磨损 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 特别是这个背带的部分都已经磨出花来了 感觉用不了多久可能这个绳子就要断了 所以在整体的耐久度上 那么Smoda肯定是完胜这些普通的摄影包了 Smoda的Top Loader是我在选择只带一击一镜的时候的最佳选择 而且它下边是可以延展打开的 也就是说Z7搭配100-400的镜头仍然可以放进这个背包里边 然后呢如果我只是徒步外出想带少量的东西 我就把这个背包加一击一镜放在我的徒步包里 用了一年之后呢 我最终还是决定换成了这个大号内胆 中号内胆它只适合单机收纳 那如果是双机身的话 中号内胆呢就放不下这种超长焦镜头了 这个内胆它的缺点呢 是让这个X Pro系列的顶仓空间变得非常的小 那现在呢我就只能放下一套运动相机了 奔着这个大号内胆去的话 我认为还是买那个Action可能会要更合适 它的顶仓呢就会变成一个比较灵活机动 可以收放自如的了 但是换成Action系列呢就需要更大一号的了 这个是35升的 那么Action系列是需要最小40升的包 才可以放下大号的DSLR内胆 以上呢就是我现在使用的三角架滤镜和背包了 那下一期的视频当中呢 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下视频以及运动相机 还有配件方面的产品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艾莉 咱们下期见